已经升息八次了 那这一次一口气升息三嘛 不只是八次以来最多 也是33年来最大的升息幅度 所以外界都蛮关注英国的经济的 他们希望通过这样比较大的升息幅度 可以抑制这个通膨 然后希望说 但是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让英镑也是就贬值了 对 那现在英国又换了一个新的手上 那跟前一个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特别是他是财政大臣出身的 那他是在10月25号的时候呢 就是到这个白金汉宫跟查尔斯国王见面 然后呢他就正式的就任了 他离开的时候呢 在首相府外头啊 他有提到说 他认为英国正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了 那他也点名说 他的前一任特拉斯政府是犯了一些错 所以他会即刻展开救援 对 所以被认为说 可能他的就是一些财政的政策 可能会比较是鸽派 不是比较激进的鸚派 导致市场的短暂的混乱 对那其实他面临的考验蛮多的 包括除了经济以外啊 保守党内其实不是这么团结 还有大选的压力 所以他也说 他希望争取的是大家对他的信任 但是现在看来 大家对他现在是有质疑的 因为我看有个消息是 英国国内有个示威的游行 抗议是认为他太有钱了 就是首相富可敌国状况下 应该不懂得民生疾苦 就赶快改选这个大选 那一直改一直改 真的是改得太频繁了啦 那先来看一下说 他的主要目标 当然是带领英国走出 这个COVID-19之后 经济停滞的状况嘛 那不只是这个COVID-19啦 包括乌尔啊 其实都影响欧洲经济蛮多的 那被认为说 这是二战以来最大的挑战 另一个就是韵文讲到了 他实在是太有钱了 所以大家很好奇说 他这么有钱的人 难道知道 现在大家平民老百姓 到底面临这个通膨的危机 有多严重吗 对 他是富可敌国 比王室还要有钱呢 对 另外一个是这个 其实他之前跟特拉斯在选择 我们就讨论过了 他的妻子呢 为什么他很有钱 因为他的妻子的这个 应该说他的丈人 是印度的富豪 那他的妻子呢 没有英国定居的身份 所以原本是没有在英国缴税 那因为争议太大了 他后来也说那他愿意缴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会很被攻击 因为你是上一个首相夫人 你没有在英国定居 这听起来就蛮不合理的 对 有一点点 对 但因为这个很多人也是说 这个是英国法律层面的问题 英国就允许有这样的做法 那就刚刚英文有讲到 在经济方面 专家认为说他上任以后 也许会走比较鸽派的路线 所以可能不会再升这么多了 对 我们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之后 整个就是英国汇率的表现 对 那再来看到的呢 还是英国首相 刚刚有提到说真的是换很多 来帮大家细讯一下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柴契尔夫人 她是1979年就当首相 一路到1990年代 所以她当了11年 是近期她当最长的 对 接替她的呢 大家可能比较不熟 她叫做梅杰 就是大家确实比较不熟 而且我们就比较久之前了 对 因为她其实是1990到1997年 我想大家跟我们一样三十几岁的 其实没有什么概念 没错 但第二个大家就比较熟了 就是这个布莱尔 布莱尔她在位的时间也蛮久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再来呢就是布朗 然后呢这是卡麦隆 卡麦隆大家也蛮熟的 因为她也是比较久 那更近期的就是梅姨啊 然后这个波利·杨森啊 然后就是特拉斯 45天 对 所以呢其实啊 这样子细数一下 有一个特色 就是呢 她提到说2007年啊 刚刚有讲到说2007年是布朗嘛 对 在布朗之前这三个人啊 他们在位的时间长达28年 三个加起来 好像在那之前是比较久 比较稳定的 有一个关键就是因为 当后来再次有英国拖 所以卡麦隆她就就离职了 就是可能就这样卸任 对 所以从此之后 英国的政局就很不稳 没错 因为从布朗之后呢 15年哦 换了123456 6个 特别是近6年 这个我们新的苏纳克 已经是第5位的首相了 对 因为这个卡麦隆 他其实是2016年之后就卸任了 对 所以2016年到现在刚好 才6年 时间是非常的短啦 那确实专家就认为说 因为脱欧的关系 所以过去6年呢 这个稳定被破坏了 那公投破坏了政治稳定啊 所以很难找到 这个英国跟欧洲 比较正确的关系 导致说欧洲 英国比较动荡一点 就好像是可能对于 他们来说 其实比较困难来处理 这些对外或对内的 一些政治的问题 所以就会很多的反弹之下 就会做不久这个大为 对 那苏纳克到底可以做多久呢 有专家提出说 还有三个考验 因为英国的大选 其实在两年后啦 如果他没有遇到任何的状况 应该是两年 他还可以当两年 因为两年之后 选这个议员之后 这个党会才可能会换人 但在这两年间呢 明年还有这个议会的 地方议会的选举 再来呢就是就职周年的时候 像台湾嘛 很多人会帮这个总统 就职周年打分数 没错 那个时候分数不过关的时候 恐怕也会对他造成一些压力 再来就是党内票决 这个呢 其实我想最近大家蛮熟的 因为这个梅伊啊 还有这个Berry Johnson啊 还有这个特拉斯 都是因为他们在党内的声望不够好 对 所以呢就是党员们 希望把这个党魁换掉 就是同时把首相换掉了 对 所以这个也是他可能会面临的问题 因为专家认为说 也许保守党内就实随之位啦 反正我看他不顺眼 就把他给换了 就是他们 这样子能是比较是 总统制的一个体制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其实英国的议员 现在是变得比较明星化一点 就是我不爽 我就会把他讲出来 然后引发可能大家的讨论之后 然后声量可能下跌 就会要改选他们的党主席 就是党魁 然后现在可能去社群的兴起 所以很方便 跟过去不一样 跟过去这个时代的时候 是没有社群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不一定是只是脱欧啦 还有很多大环境的因素 没错 再来还是要讨论的 就是这个苏纳克了 大家对他很好奇 他的妻子呢 刚好讲到说 因为他的丈人是印度的富豪嘛 所以他的女儿也自然是蛮有钱的 他的身价至少是7亿英镑 哇 真是天文数字耶 对 那很多人讨论的是说 他这么有钱啊 到底他是不是一个 这个富家千金的心态 那外界去找了一些 他的成长过程 认为说 其实他的父亲算是白手起家 所以他在童年的时候呢 其实家境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富裕的 那他的父亲呢 是印度最大科技公司的老板 那他在全球50个国家 有30万名的员工 不过呢 我看到的报导是说 他会自己扫厕所 对 他们认为说就是印度这个什么 种姓制度 所以他还反正这样的种姓制度 所以他自己去扫厕所来表达他的理念 对 那另外呢 跟他比较熟识的像这印度零销专家 就封他为是印度企业的干地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值得骄傲 对 那他说简朴是他们家的DNA 有没有简朴呢 我看到的是说 他说其实他们家崇尚的是简单 节俭 甚至一度他们家是没有电视 没有电视的 就是很特别 这么有钱也不买电视 我觉得这感觉很像是台湾的 这个王永勤的家族 就是很低调 虽然很富有 但是很低调 对 那我看到是说 他其实这个他的太太啊 他们在住在那个北约克郡的时候啊 是个英国比较北部的 就是农村的乡镇 然后你他们的行为是比较低调跟纯朴的 所以可以被当地人是还蛮欢迎的 就不会太高调这样子 对 那他的他们两个是怎么认识呢 其实啊 他虽然是英国人 但他是去美国念书 那他们两个都是在史丹佛念MBA的时候认识的 那他后来其实他自己有创立时尚品牌 不过并没有经营太久啦 三年就收了 对 可能就是一个业余的地热事业这样子 对 那但大家对于苏纳克的认识就是他曾经任职于风险公司嘛 其实就是这个藏人家的工资金 对对对 对 那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在英国除了刚刚讲到这个北约克郡有房子以外 总共有四间啦 那特别在伦敦的房子被人家认为说也是豪宅啦 特别有一个八卦就是说呢他那个时候持财项的时候啊很多人在这个他的豪宅门口守候嘛 对 然后他的老婆呢就端了这个茶点喔 对 有这个我有看到照片 有这个奶油饼干还有咖啡 对 还有茶啦 啊茶呢就被发现说那个马克杯很贵 但我觉得这样也太过就是仇富心态了啦 一点点 对就没有必要把这种东西放大到好像说他们就是很不应该之类的 对因为我看到报道有人说啊这个马克杯啊三十九磅啊是英国一些比较底层的人一周的薪水 对 所以可以养活两天的时间 对但我觉得三十九磅坦白说如果就你去英国的餐厅吃饭的话大概两个人吃一餐四九磅三十九磅可能有点不够 对啊 对 所以说他们其实好心的就是回应一下外界的一些可能等待之类的 所以但是外界对于他可能那种富可敌国身家就会有一些那种贴标签或是可能比较严厉的批判 对所以感觉是非战之罪啦 接着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很有趣身为一个爸爸我有听过白噪音但我不知道原来噪音有这么多欸 对就是不同颜色的噪音我有查一下我觉得很特别 对那白噪音呢其实他有提到说啊为什么叫白噪音因为白光哦就是各种频率的单色光混合成的 所以他其实白噪音就是一个比较单频的声音那大家也可以去Google一下白噪音不过我刚Google过了 因为我想知道白噪音跟这个Bron noise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我发现网路上其实很容易找到一样的内容对 例如说重复对例如说棕色噪音就会出现海浪啊白噪音是海浪 但我对白噪音的认识呢就是这样嗯就是会比较刺耳一点点就是就是一个这种很低频 他这边有讲到嘛就是模拟子宫里面的声音或者是像是废弃的无线电的静电声类似的 为什么会知道白噪音呢因为只要小朋友开吵的时候我就会嗯 有时候有用有时候没有用啦但我想很多爸爸应该都会白噪音 那这个棕色噪音呢其实英文虽然叫Bron noise但他并不是真的是棕色的 因为他说他是因为是跟布朗运动有一样的这个信号图形啊声音的信号图形 所以他是这样取名但其实跟颜色不大有关系对 如果跟颜色有关的话刚刚有提到说白光是各种频率的单色光合的嘛 那他说他应该叫红色噪音因为红光是跟白光相比更这个低频谱的更多频低频谱的对那因为他的声音也是比较低频的对他是比较强调低频谱的所以应该叫红噪音这样也可以 但是他们就说比较像是那种可能飞机内的嗡嗡的声音啊可能你搭飞机会有那种声音就是不知道哪边传来的声音啦 就是有种神奇的声音传在在机舱里面以及可能叫海浪声啊雨水声 我觉得我个人确实会有会开这个就是Bron noise的这个声音在我睡觉前会让你比较好入睡 真的好啊我觉得比较平静 对我觉得有神奇的这样的感觉 那另外还有紫色噪音就是比白噪音更高频的他有提到说对于耳鸣者呢可能有一些安慰的效果 下次我耳鸣者会去试试看 另外粉红噪音呢他就说是因为比较低频一点嘛所以是比较沉稳那是可以帮助入睡 在这个ADHD的族群呢他们认为说其实对他是有一些帮助的 因为他说其实啊一般人听到这个白噪音神经正常的人或是非ADHD的族群呢都会觉得很吵 但ADHD的族群呢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有一些噪音啊他受到比较高程度的刺激 所以他比较更容易专注哦所以就是另类的就是治疗他们的方式耶 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有效那我也来试试看 所以有一些人呢或者是ADHD的族群认为说像是棕色噪音也可以帮忙集中注意力啊 帮助睡眠帮助自我交接那有一些人也是喜欢这种比较这种嗯不像是歌声就是一种比较 我觉得比较像是自然的声音对是大自然的声音这样对那他们就有讲到说像是在咖啡厅啊他也觉得说哎有这样子因为咖啡厅有时候是比较吵杂的声音对对那这样子可以让他比较专心对因为太过安静 我是很像图书馆我会分析就我没办法念书我想去咖啡厅有点因为背景音的声音下来念书会比较专注一点点嗯那另外有一些科学家他是数据科学家他就说他觉得他会比较聚精会神对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样的功效大家的感觉都差不多没错 再来呢这个IT经理他也分享他说他也是喜欢类似这样他觉得有镇静的效果对所以就是说其实大家如果在工作的时候可以查一下这种就是所谓的brown noise可能在你的IG或spotify其实都找到这样子音频对现在在网路上很红啦那不过有专家说其实啊因为白噪音比较早出现嘛所以对白噪音的研究比较多反而是对这个brown noise的研究是比较少的对但我个人觉得他们其实都蛮像的没错对那不过专家也是说目前 大家因为研究比较少的关系所以其实没有一致的看法对所以不妨就建议大家看完这一集以后可以去试试看也许对你是有帮助的对对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在网路上很红的呢是这个app叫做guess我有去搜一下我搜不到是不是因为他要限定地区因为他要在美国啦他说他主要锁定是美国的高中生所以可能在台湾还没有开放那我看到guess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说欧洲很缺guess瓦斯嘛是天然气对那他 他其实取名叫guess他说啊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个是美国哦他说是这个V世代的流行语他说guess就是帮你加油打气的意思因为guess不只是瓦斯也是一个石油对也是汽油的意思目前呢我看的报导是说已经快七十万了 哇其实蛮快的就是成长的很快速对会不会说几下这个TikTok跟这个BeReal这两个就当红的app对那他有提到说他到底是在玩什么呢我们虽然下载不到但是呢他有讲说可以回答一些跟朋友有关的问题啦那这边有一些截图像是啊这个就是说这个guess up your friends就是给你的朋友加油打气的意思对所以他的目的也是要鼓励用户可以赞美他人感觉是蛮重要的这感觉是比较正能量那一种 就是不是那种去霸凌别人的那种校园事件对因为毕竟讲到高中生大家想到的好像还是比较对因为青春期的就是青少年们确实很需要这种朋友之间同才的肯定对那短短的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呢虽然充得很高接下来可不可以继续夯下去很多人是打上一个问号因为他比较的虽然说他是几校TikTok就是下载量很高对但是有一款叫做BeReal的这个app呢他说在今年初的时候也是一度爆红啦 但是很多人下载以后没有持续的用说活跃度呢只剩下9%对我们看到题像TikTok他虽然说可能现在的那个download量比较没有多但是他已经很多用户在活跃使用了因为大家已经download过了对已经饱和了所以就是会有这样的数据的这样的假象然后像这个新的app他只能在高中生比较活跃如果你出了这个00层之后可能很难就是会使用所以他可能就会有受限他的用户群对所以也许到今年年底或是明年初的时候我们再来看 这个app是不是还是这么的红没错对以上就是本周的欧洲观察的张雨昕我是陈云文谢谢大家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